Hello大家好,这里是前任电影,我是你们的前任 上上上上上期,咱们聊了聊 变成宝可梦,训兽师的漫威英雄 蜘蛛侠和钢铁侠大大的故事 那么这期咱们就来聊一聊 DC英雄超人和蝙蝠侠变成训兽师会怎么样吧 故事发生在一座名为《孤独堡垒的宝可梦道馆》 馆内两位旗鼓相当的宝可梦,训兽师,超人和蝙蝠侠 即将围绕刻石徽章展开一场激烈的对战 两人按照惯例放了几句狠话,就拿出了自己的精灵宝可梦 超人放出了可以吸收太阳光辉,达到能量百分之百的超失 而蝙蝠侠则放出了燕翼一小宝宝 很快第一场战斗便打响了 再封出去 外面 组漫 実行 这斗 卖 至夜 挖軟 existence use problems again Superman 看着倒地不起的叶异议 不甘心的蝙蝠侠开始猛喝鸡汤 在强大的心灵之下 叶异议重新振作 并完成了精灵进化 变成了战斗力飙升的 复仇型宝可梦 蝙蝠腹 就这样有关男子汉尊严的第二战 拉开了围巫 敌人 用刀 aider 按赌 cuanto course 敌人 靈雕 养 現在用最強的動作 SOLARBEAM BATMANMAN 抓住它現在 最終天赋侠靠復仇形態的意義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贏得了克什徽章 但是他們距離成為寶可夢大師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兩位好搭檔消失在了西洋下 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更多精彩內容 我們下期再會